人老了有五怕,我最怕第三种,你呢,乔家的儿女中有这样一段台词,这人啊,都有老的时候,我们的父母,我们的朋友,甚至我们自己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些老人中的一员,人生不过百,长怀千岁忧,行至暮年,身体逐渐衰弱,能力逐渐不济,人们也难免会被各种各样的糟心事所困扰,其中最让人感到害怕的,就是这五件事了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怕儿女长大,却依旧有操不完的心,有一天,母亲买完菜,回家和我讲起菜市场张大姐家的故事,张大姐的儿子,小时候很是聪明伶俐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得过得讲也不少,她曾和张大姐谈论过梦想和远方,她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一名律师,医生或科学家,她希望在自己念大学的时候,去赛里木湖看星空与晚霞, 也憧憬着有一天带着父母去南极看企鹅,去挪威看极光,张大姐说那时候她儿子总喜欢依偎在她身边,说着长大以后要怎样怎样,长大,我要好好工作,努力赚钱,给爸爸妈妈买全天下最好的东西,我要娶一个好看的妻子,再要一个可爱的孩子,我要带着全家去各地旅游,小时候,是真真切切的愿景, 既简单又纯真,谁也没想到,后来她染上赌博,欠了高利贷,遭人围堵,躲在家里不敢出门,连带着张大姐和丈夫,也终日担惊受怕,在之后,她不负责任地出走了,只留下这堆烂摊子,可怜张大姐夫妻,年纪越来越大,还要卖菜替儿子还债,替她养孩子,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比喻,对父母而言,儿女就像是前世的债主, 如果儿女没本事,父母就会力争当好一艘渡人的小船,能把儿女送多远,就送多远,如果儿女有本事,如同乘风破浪的大游轮,父母就想着,当好游轮的救生艇,万一出了什么状况,他们还能把儿女送到岸边,父母对子女的爱,就是如此的无私和深沉,不管子女再大,父母好像永远都有操不完的心,即使他们已经年老,但他们最怕的不是子女不孝, 而是怕不能再为子女付出些什么,你可能长大成人,结婚生子,也可能收入颇丰,成就满满,可是在父母的眼里,你永远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,怕孩子嫌弃,成为孩子的负担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父母越来越在乎自己的身体,他们努力让自己健康,只为换来孩子的安心,前段时间,同事的外公生病住院,同事在公司忙一个大项目,隔了一周才知道,同事说,这一周, 外公给他打过电话,但对生病的事,只字不提,只是问了同事忙不忙,累不累,后来他才知道,外公本来是想告诉孩子们的,可是一听孩子们都忙,便不想麻烦他们,一个人跑去住院,自己照顾自己,即便后来家里人都知道了,他还是坚持不让孩子们买东西,送饭,同事不管外公怎么说,每天都会准备好几样饭菜送过去, 可他发现,有些菜外公一筷子都没动,在同事的再三追问下才知道,外公岁数大了,吃不完那么多菜,想着留给他吃,又怕自己动过孩子嫌弃,所以干脆渴着一样吃,剩下的让同事带回公司。 外公说完,同事瞬间落泪,怎么会嫌弃呢,那是他从小到大最爱的外公啊。 是啊,我们无法叫一个一辈子为家庭奔波的人,在年老的时候突然为自己而活,满心想着放飞自我,付出已成为他们的习惯,曾有人这样形容中国父母,他们一生以两种模式存在,在线和隐身,当他们还能为子女付出的时候,他们是在线的状态, 他们用尽全力拼命地为孩子闪烁,当他们年老,无法为儿女做什么时,他们就会选择隐身,宁愿自己病着。 也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孩子,不给孩子添麻烦,是他们想给予孩子最后的爱,父母与子女这一场人事相逢,是用来相亲相爱的,请好好去爱,如此笨拙地爱着我们的他们,而不是空流遗憾。 怕老来寂寞,无人牵挂,综艺节目屋檐之下,做过这样一场社会实验,节目组让两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通过共同居住,拉近彼此的关系,以此来号召社会各界,给予老年人关怀和爱。 当年的穷妖剧女主,六十多岁的刘雪华参加了节目,她在丈夫意外离世后,一个人生活了十年,这十年来,刘雪华的生活十分单一,每天就是喂喂狗,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或者在手机上打打麻将。 虽然事业有成的刘雪华,生活条件已经比绝大多数老年人要好得多,但他和其他独居老人一样,平时很少出门,也不会使用智能产品,在默默老去的日子里。 他偶尔也会担心和害怕,万一我现在在家里不小心摔倒了,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知道。 当儿行千里成为当代人的常态时,为人子女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,以为父母会永远都在。 我们总是很忙,忙着工作,忙着追梦,忙着讨好,忙着工愁交错,却唯独没有时间待着父母的身边,我们总是在等,等功成名就,等忙完这阵子,等找到对象,等拿下这个项目, 但等来的只是白发越来越多,身体越来越差,步伐越来越慢,讲话越来越小心翼翼的父母。 小时候,你希望爸爸妈妈能少说两句,长大后,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多说两句。 他们总是强调不用惦记我,却在每次收到你的电话时,欣喜若狂。 他们总是唠叨别乱花钱,我什么都不缺,却在每次收到你的礼物时,恨不得跟全世界炫耀。 所以,千万不要让父母的懂事成为你冷漠的理由,切记,来日方长的下一句往往是后悔无期, 独私人的后半句永远都是物是人非,老来穷,没钱花,故事,A family。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,现年六十多岁的何阿姨,年轻时因为转正的指标不够,没有交养老金,从原来的单位离开后。 何阿姨曾尝试打零工赚钱,没想到,丈夫和公公都嫌弃他干得活低贱,不乐意他抛头露面,没办法,何阿姨只能待在家里,照顾有脑血栓后遗症的公公和尚未成年的女儿,日子一晃过了十年。 这期间,何阿姨没有任何经济收入,日常花销的钱,全靠老公挣,后来何阿姨的公公去世,家里欠下一大笔债,万般窘迫下,何阿姨只能继续出去谋生,他找了份家政的工作,每天省吃俭用,还要给老公交养老保险,因为早出晚归,生活压力大,和阿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。 他的腿走多了就疼,疼得不行的时候,他就用手揉一揉,砸一砸,再买点便宜的膏药贴上,有时候感冒,何阿姨也不敢去医院,因为他没交医保,没办法报销医药费,好不容易忙活到了六十多岁,何阿姨帮丈夫把保险交完,才发现对方婚内出轨,把钱都拿到别人身上花了,何阿姨又气又委屈,可他又离不了婚,因为他大半生的积蓄都给老公交养老了,离婚后,他拿不到对方的钱,日子更不好。 接受采访时,和阿姨无奈的感慨,我现在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,跟任何人结婚,都要把钱财抓到手,只有钱能治住人,现在是金钱社会,你没钱就不行,我就过着这种没钱的日子,连家人都欺负我,有次,我和同龄人聊天,人家现在一边领着养老保险,一边挣着外快,还办了北京的五险一斤,坐公交车不花钱,我一对比,发现自己每天努力工作,还没什么钱,眼泪刷得一下就下来了, 让人唏嘘不已,对于老人来说,吃穿用度,买药治病,都需要钱作为底气,没有钱,意味着没有抗风险的能力,只能被生活不息的车轮追赶。 滚滚向前,人生最心酸的是,莫过于在该一养天年的年纪,还要疲于奔命,在疾病缠身的时候,还要损心耗力。 既如此,不妨在尚未衰老的年纪,提前做好打算,存一点积蓄,以防不时之需,留一些心眼。 别把钱都交给别人打理,人世间意外难测,人心更难测,所以无论何时,都要先照顾好自己。 当你攒下一定的积蓄,才能有足够的底气,保住晚年的体面与尊严,老来气,长生气,有研究表明,人类已知的疾病中,超过80%是由情绪引发的,其中排在低位的情绪,就是生气,正所谓。 情绪越坏,身体越差,老人经常生气,还可能导致心脏病,高血压,甚至还会出现脑出血的情况,知乎有一位网友说,我爸爸67岁了,这几年脾气越来越大,一点小事。 都能让他大动肝火,有一次,我妈参加同学聚会,花了一百多块钱,她就和我妈冷战,到处摔东西,还有一次,我妈做饭没听到她问话,她就气得把手机关了,骂骂咧咧个不停,因为气性大,外加有些是弄不明白,我爸吃过一些亏,还得过脑出血,我们都劝他少生气,但他就是改不掉,再这样下去,好怕他又犯病了。 常听人说,百病皆生于气,上了年纪,还一身坏脾气,不仅自己糟心,家人也跟着泪心,看过一个说法,按平均寿命七八年来算,退休后,扣掉花在睡觉。 家务,吃喝玩乐等事情上的时间,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,只有九年,若是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生气,只会让心更乱,人更累,余生被情绪黑洞所吞噬,几乎与幸福无缘。 想起那位最近上热搜的103岁山东老人,分享长寿秘诀时说的,心眼好,心态好,从不生气。 是啊,这世上没有什么事,值得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内耗,也没有什么人,值得你反复用坏情绪折磨自己,做个情绪稳定的老人,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,也是对家庭的最大贡献。 其实,人生是否幸福,往往不在于物质是否丰富,而在于我们看待生活的态度,上了年纪后,学会调整心态,不再为一点小事耿耿于怀,幸福和好运,自然会分支踏来。 常言道,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每个人都将不可避免地,从起点走向终点,从少年走向晚年,也正因如此,我们才要在健康的时候,为未来做准备,多攒一些积蓄,以防未知的风险,学会控制脾气,养好身体和心情,多多关怀老人,弘扬尊老敬老的风气,正如毕书敏所写,天下的父母,如果你爱孩子,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,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, 这绝非成人的自私,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,尽自己的能力,让身边的老人都能老有所欲,是与人为善的修行,也是给自己积攒福报,老了以后,手里有钱,心头无事,身边有伴,才是一生中最大的圆满。